阿卡西亚见阿鲁双手合十 一脸难以置信 不可能的 这怎么可能 自己应该把阿鲁的手吃掉了才对 他怎么还有手 然而仔细看才发现 这其实不是阿鲁的手 而是围绕在他身边的食欲们的手 他们在代替他 带出祈祷的姿势嘛 想到这儿 阿卡西亚觉得有点好笑 连祈祷的做不了 又有什么资格跟神较量呢 只是 他感觉自己的食欲 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食欲聚集而成的拳头 正在不断偏离 朝着集中的目标 趁阿鲁现在不行了 所有的食欲一起上吧 很遗憾 阿卡西亚的如意算盘 被阿鲁一发丁拳打得稀烂 阿鲁不知何时已经清醒过来了 孩儿话不说 让他感受了一下丁拳按摩 别看只是阿鲁惯用的招式 但这次的丁拳威力巨大 阿卡西亚直接被干出一口老血 阿鲁跟三虎一样 开始包自己的菜名 前菜 射丁拳 汤 腿刀 腿叉 鱼料理 肉料理也一起上 连对阿鲁这接二连三的招式 身体已经开始破裂的 阿卡西亚有一些招架不住 但阿鲁的攻击还没有结束 他的主菜 还没端上来招待呢 阿鲁雷厉风行 主菜一套双丁拳 静置落在阿卡西亚的腹部 等等 还有沙拉 饮料 阿卡西亚被打得叫唤连天 似乎他一开始没想到 暴风雨会来得如此猛烈 但这还不够 阿鲁的招待 可比这丰盛多了 刀叉并用 左右开弓 锋利斩击到处飞舞 阿鲁下手很重 每一击都使出浑身解数 阿卡西亚完整承受了每一次攻击 没有还手 诺大的地球 再次无辜受牵连 被阿鲁的刀叉 划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阿卡西亚身上也少不了白伤 阿鲁的刀锋斜切着落下 没给他留一丁点恢复的时候 愤怒的全套菜单 还有甜点和饮料 阿鲁愤怒的看着阿卡西亚 此时的他已经伤痕累累 血肉模糊 身上不停传出 咔嚓咔嚓的声音 像是随时都会崩裂一般 但是他没有如预期那样崩坏 他不断咀嚼着身上的伤害 哼 不会被破坏的 坏不了的 无论你怎么攻击 我中如水泥般的食欲 都不会消失的 呵呵呵 阿鲁感觉身体外送的食欲被剥离 这些食欲的小人 竟然被阿卡西亚吸出来了 他们像果冻一样 被他吸流下毒 阿鲁处立愤怒 这可是斯塔金留给他的 而食欲代替他被阿卡西亚吸收了 斯塔金虚弱的样子浮现在他眼前 有记得他说 阿鲁 你是被保护着的 阿鲁猛的惊醒 他看了一眼身后的小松等人 小松他们也是这样 人都还好好的 其实是食欲代替他们承受了攻击 阿鲁朝阿卡西亚怒吼 你的食欲已经伤不到我们了 但阿卡西亚没有收手 还继续吸食着他的食欲 三虎提醒阿鲁不要掉以轻心 阿卡西亚是故意只吃食欲 就跟和自己战斗的时候一样 显然 他的目标是将所有的食欲都吃光 等在没有任何可以防身的时候 就是大家的末日了 吸食了大家食欲的阿卡西亚 身体不断膨胀 变得越来越大 肿块之间摩擦出咕噜噜的响声 他也一刻不停的身影着 阿卡西亚不停吞噬 身子不断鼓起膨胀 阿鲁咆哮道 这可是斯塔金 从弗洛泽那里继承的 如此大量的食欲 你吃得下吗 三虎却认为事情并不简单 不光是阿鲁的食欲 其他人的食欲也一同被他吸食了 尤其是这三位厨师 他们身上的食欲非同一般 但都被无情的吸食了 所有的食欲都聚集到了阿卡西亚的嘴里 他慢慢站起身 庞大的身体宛如冲着气的傀儡 佩尔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看着隆起膨胀的阿卡西亚 他难以置信的喊 不可能 食欲也是有极限的 阿卡西亚会爆炸的 阿卡西亚却毫不在意的咆哮 食欲 食欲怎么可能会有极限 看着状态 他早就不做人了 自然没有极限吧 阿卡西亚身上的肉流不断传动着 虽然有些裂痕 但这不影响 他吞食更多的食欲 阿鲁一脸震惊 难道他都吃下去了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 在他感慨的时候 阿卡西亚抡起拳头朝他揍了过来 他呼唤着 是我 我赢了 这一拳头将阿鲁的身体都快被射穿了 小松紧张地呼喊阿鲁的名字 这么大的火力 要被揍飞了呀 阿卡西亚依然癫狂 可下一秒 浮现在他眼前的是慵懒的白鬼 他的手插入白鬼的腹肌之中 紧实的肌肉如利青一样 像是在把他往里拽 阿卡西亚见过这张令人毛骨悚然的脸 没想到他再次出现了 更让他意外的是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被侵蚀 原本攒动的黑色细胞正在慢慢减少 摸入白鬼身体的肉流 仿佛都被吃掉了 白鬼懒洋洋抬眼 这几十亿年来 你吃的太多了 阿卡西亚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 只能觉察到细胞在逐渐消失 难道说 我的细胞屈服了吗 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 阿鲁这边也快撑不住了 白鬼懒散地对阿鲁说 果然 我还是只能出现这么一瞬间吗 言下之意大概是 阿鲁先生 你这不行呀 不过有这种程度已经很了不起了 毕竟白鬼是这里开了挂一样的存在 光是现身 就足够让阿卡西亚害怕了 阿卡西亚不明所以 他不敢相信自己身体内的细胞 居然在向白鬼屈服 NEO居然向这家伙屈服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荒唐的事啊 白鬼解释道 自己这可不是单纯的开挂 因为阿鲁的愤怒的拳他才单 其实刚才那一季已经决出胜负了 NEO现在也是一副要吐的样子了 不过 有件事他要提醒阿鲁 阿鲁先生 你是不是忘了 有一句重要的话呀 阿鲁聚精会神 感受着白鬼的存在 只听他悠然说道 我最喜欢那个了 做给我看吧 白鬼贴着阿鲁的身子对他说 来吧 阿鲁先生 阿鲁满含泪水 感觉身体突然变轻松了 他举起双臂 面对还插入自己身体的阿卡西亚 他双手合并 强强摩擦了几下 最像平时磨刀那样 随后 摆出了虔诚的用餐姿势 紧接着白鬼单手一指 所有事情都结束了 再见了 阿鲁叹息道 我吃饱了 被白鬼一指 阿卡西亚的身体 直接炸裂开来 崩开的血肉 如炸裂的烟花 这就是他的结局 阿鲁虔诚的面对他 愤怒传达到了 将感谢也传达过去吧 阿卡西亚全身沸腾 刘快正在不断崩裂 他的惨叫声刺破云霄 似乎宣告的一切都结束了 面对他 阿鲁眼角流出了两行清澈的眼泪 阿卡西亚血肉模糊 却朝他露出了一抹感动 为什么要哭啊 阿鲁 阿鲁心情很复杂 更多的是惋惜 已经结束了 所以没有必要继续愤怒了 阿卡西亚 你也该解放了 解放自己 解放NU 阿鲁的一番话 让阿卡西亚心中 瞬间被别样的情绪填满 即便自己做得如此过分 也会有人明白自己的用意 为了现在这个结局 他设计了太多年了 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了 阿鲁热泪不断 自顾自的说 美丽的食欲 阿鲁没有把话说完 阿卡西亚却开口补充道 所有的食欲 都是纯洁无瑕的 无论好人坏人的食欲 都非常单纯 让人不得不爱 面对那样的食欲 根本就没有怒气相向的理由 所以我这个愚蠢的人类 才有必要激怒你们 佩尔听到他自称愚蠢的人类 佩尔回忆起之前 和阿卡西亚的对话 阿卡西亚问 你听到同伴们的声音了吗 那是什么意思佩尔 当时佩尔只是打哈哈小糊弄过去 让他别往心里去 还是按照原计划去封印NU吧 拜托你帮忙了 阿卡西亚 阿卡西亚接着问佩尔 不会被食欲恶魔抢走身体的方法 佩尔告诉他之后只问他 知道这个方法后 打算做什么 阿卡西亚表示 或许被NU吃热的细胞 不会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如果NU吃下的食物 一直在我体内活着的话 就肯定有救出他们的方法 佩尔当时已经猜到他想干嘛了 于是问他 如果没有那种方法 难道你对自己身体的食欲 也要负责吗 NU过去的所作所为 不是坏事 什么都不是 只是进食而已 所以你没必要承担责任 他的劝告对阿卡西亚来说 没有任何道理 阿卡西亚表示 这不是责任 自己只是想要解开 自己食欲的谜团 佩尔话题一转 什么理由都好 你说服弗洛泽了吗 快要开始料理全套菜单了 阿卡西亚眼神落寞 还没有直接回答佩尔的问题 而是在脑海中不停思索着 NU为什么会寄宿在我的身体里 他已经进食数一年了 就只是不停的在吃 NU其实你已经吃饱了吧 想到这儿 阿卡西亚感觉自己想明白了 他大声呼喊 叫住佩尔 我知道让NU痛苦的味道了 佩尔扑解 什么东西能让NU痛苦 阿卡西亚大声喊道 那个味道 可能就是解救你的同胞们的契机 佩尔劝他放弃这个想法 别说了 你怎么还在说这个 我都说了没有那种方法 阿卡西亚间隙 一定有办法 让那些蓝色泥陀罗再回来 食欲的能量 每时每刻都在重生 美食细胞也是如此 所以根本不可能 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能量的绝对量是不会改变的 食材也是 所以所有东西都还在 也就是循环重生 总结一下就是 阿卡西亚和佩尔 早就觉察到了NU的存在 他还意识到 被NU吞下的东西 可以循环重生 他想挽回佩尔同胞的生命 而他想出来的 战胜NU的方法 就是极希望与NU讨厌的味道 阿鲁的泪是为阿卡西亚流的 因为他和珊瑚 都在战斗过程中 觉察到了阿卡西亚真正的用意 不过NU这么变态 想不到白鬼比他还要离谱 光是跑出来溜达一下 NU就认输了 也最终被白鬼一直刺激额头 身体爆炸